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鸡蛋和豆腐一起做 出锅瞬间变美食 接着呢给大家分享一道 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的家常菜 碗中先打入三颗奔鸡蛋 接着把锅烧热 倒入少许食用油 将鸡蛋下入锅中 底部煎至定型 咱们给它转圈晃一晃 防止它粘锅 然后再用铲子将它翻过来 鸡蛋煎至两面定型后 咱们给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晾凉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给豆腐切成厚一点的大片 接下来刚才煎鸡蛋的油不要倒掉 烧热后开始煎豆腐 如果用铁锅的话 最好锅底撒上一点毛毛盐 要不然全都容易粘在锅上了 一面煎至定型后 咱们给它翻过去 煎另一面 两面煎至迷人的金黄色号 将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晾凉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螺丝胶 先将它一分为二 再切成均匀的小块 红椒一个 先把根去掉 蘸一分为二 然后两分为四 切成均匀的小块 准备准备大葱 捡成大葱 将它切成葱花 准备几粒大蒜 切成蒜片就行了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适量的生抽 加入适量盐 做家常菜 必须来点十三香 少许的鸡精 适量蚝油 加入一碗清水 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呢 把晾凉的鸡蛋放在案板上 把它改刀切成四方块 豆腐晾凉后 同样也给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后 咱们开始制作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蒜片 再下入葱花 给它爆一下锅 一定要给它爆出香味来 接着倒入提前调好的灵魂料汁 咱们给它烧至三十秒 让料汁充分地把味道释放出来 然后把豆腐和鸡蛋 下入锅中 再下入青红辣椒 给它提个味 把辣椒的辣味翻炒出来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出锅之前再加一点香油 翻炒片刻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道菜 不管是吃饭还是喝酒 那都是好菜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有时间的话 试着自己做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来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